同兵地建立必将遭到全面和彻底的事态 终于的国际照样人类前行之路 不断崛起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 应该支持联合国的改革 但是这个改革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去动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安排 大家好我是高志凯 最近联合国这个题目非常热闹 我参加了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办公室 主办的庆祝联合国第76个联合国日 和庆祝中国重返联合国50周年的重要的外事活动 联合国驻华总协调员常启德大使 也讲到了联合国历史上现在和未来的重要作用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第一个签署国 也是第一批的创建联合国的国家之一 1971年在很多国家的支持下 尤其是我们的兄弟的非洲国家的支持下 毛泽区说是非洲国家把我们扛进了联合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的席位 到今年为止确止一数已经是50周年了 中国是重要的联合国成员国 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大家知道在联合国这个系统里面 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不论国家大小 但是在安理会里面 现在一共是有15个会员国 其中五个是常任理事国 就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时候 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一票否决权 很多国家说这个一票否决权 在当今世界和平世界民主的大趋势下 是不是有点专制着话不能这么说 至少有一件事 从二战以来 世界上没有爆发一个世界范围的新的世界大战 也就是说很多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迟早会发生 等了70多年了没有发生 我希望它永远不会发生 这里边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安理会的决策过程 最近土耳其总统甚至说 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 这个制度应该废除 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的政治问题的决策机制 当然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马上跳出来予以反对 说你试试看 你如果说要改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的话 那你谈的就已经不再是联合国了 是一个全新的国际组织 大家知道从我们中国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都是在二战过程中 在抗日战争中流血牺牲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才打败了日本法西斯 打败了德国纳粹 打败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才赢得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 才赢得了我们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 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中国坚决支持 以联合国为核心 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我们是目前的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 坚实的捍卫者和实践者 从我们中国的角度上来说 世界不应该是一个单级的世界 世界应该是以联合国为首 我们世界各国围绕着联合国 建立一个国与国都平等的 互不干涉内政的 促进和平 促进稳定 促进发展 反对一股独打 反对一国独打 反对有些国家在世界上搞得霸凌的 专制的 单边主义 我们当然应该支持联合国的改革 但是这个改革不能够随随便便的 就去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安排 你说联合国改革改什么呢 大家知道 以美国为首的有些会员国 经常是老赖 聚焦汇费 美国现在拖欠的会费 已经超过了十亿美元以上 这给联合国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还有一些国家 特别是美国 动辄进国际组织 退国际组织 就好像是儿戏一样的 根本没有体现出一个国际的 重要的经济军事政治大国 应有的一些本分 这样的国家 如此对待联合国 如同儿戏 难道我们大家都听之认知吗 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让他赶紧的 全额的 及时的缴纳会费 要不然的话 就有一些制裁措施 举例来说 停止他的投票权啊 停止他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啊 等等 这一些我觉得 是联合国需要进行改革的重点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